相当知名的南投子南宫香火鼎盛 庙方积极回馈社会 激出了很多的福利措施 但没有想到呢 最近有房仲业者 把这些福利 作为了新建案的宣传广告亮点 以po上网立刻引发讨论 每逢周末假日 南投子南宫香火鼎盛 相可不已不绝 庙方更是大方 投入社会公益回馈社区 现在更有房仲业者 看着这点作为宣传亮点 就是这张卖房广告 掀起热议 上头物件特色 大大写着 邻近紫南宫 享有六大福利 仔细看看 不仅新生儿有补助 托儿所免费 独序阶段 营养午餐也帮你搞定 高中大学还赞助学杂费 而老年儿孔 庙方则会送餐 生日送上金戒指 完善福利 实在让人羡慕 整个南投县 国中国小都被学杂费了 老人送餐就是 你如果家境不允许的话 我们可以全有补助 从出生到老都照顾到 主打新建案就在紫南宫周边 享有种种福利 让平地宫照顾一身 只不过这种宣传手法 民众真的买单吗 然后看那里的房价 或者是说 因为我看那边大多都是平楼 尤其假日应该会蛮塞车的 生活机能不好 买个东西 就是也是非常不方便 民众看法两极 房价和周边机能 还是买房首要考量 庙方也强调 房中广告和实际补助模式 有些许差异 直整回 庙方寄出的福利措施 竟变成新建案的宣传亮点 建商也已经成功 掀起话题 杰赞无诚南同报导